76. 上海證券報 如350家上市公司攜利好復牌 2015年7月13日頭版01 黃利文記者黃利文寧編輯宣放市場企韻 此前停牌被封的上市公司們也歸心處戰 綜合週末及今日公告統計 兩市將有如350家上市公司在今日集體歸隊、復牌交易 與此同時 響應證監會的要求 各復牌公司環結合自身實際情況 推出增持、回購、員工持股、股權激勵等穩定股價的利好舉措 有望是市場機能進一步得到恢復 在各類利好中 最主流的依然是自家人的增持 如今日復牌之福成五封公告 大股東已確定增持計劃 已投入的增持金額將不低於一億元 赤峰黃金亦表示 控股股東調美光計劃於近期已自籌資金增持 增持金額不低於五千萬元 此外 東莞控股也發布公告稱 控股股東東莞交投已在未來六個月內增持公司股份 本類計不超過一千萬股 除大股東外 上市公司董鑑高也紛紛出手 如今日復牌的萬聖股份公告稱 公司部分董鑑高人員計劃在六個月內合計斥 至少四千萬元增持 增持股價上限為35元每股 萬聖股份停牌前股價僅23.95元 同時 純樂電子、金與集團、保泰龍、諾力股份等公司的動監 高人員均提出增持打算 患有部分公司選擇推出員工持股計劃 如新和成發布了公司第一期員工持股計劃 該計劃參加者總數不超過300人 計劃籌集資金總額上限為3.09億元 資金來源中員工自籌月借款部分的比例為1 而新湖中保也公告 計劃推出資產管理上限以為6億元的員工持股計劃 萬里股份、海南野島、象序股份等也均有員工持股計劃出爐 此外 還有相較而言更為複雜的股權激勵 如浙江年正尼鑑那勒克V 行權價為38.71元每股 而公司停牌前股價僅為30.6元 該設股權激勵的業績考核目標為 以浙江年2015年為基數 2016-2018年度證利潤增長率分別不低於50% 100%和150% 同時 新陽鋒也發布了一份行權條件不低的股權激勵計劃 相對於上述類型的利好 還有上市公司打出了漂亮的組合權 如歐飛光 公司宣布 實際控制人及其旗客企業 公司核心團隊 部分經理級以上員工等 將合計斥支不少於5億元實施增持 同時 歐飛光還與控股股東的全資子公司簽訂意向協議 以以不超過5.5億元現金收購融創天下百分之百股權 融創天下是國內領先的移動互聯網應用平台產品 技術服務與解決方案提供商 其 技 技 目前已被廣泛應用於移動多媒體 安防監控等 未來還可推廣至歐飛光旗下的車聯網 智慧旅遊 智能家居等多個業務領域 據業績承諾 融創天下2015至2017年度正利潤分別 應達五千萬、六千萬、七千二百萬元 賞市公司回購方面 今日復派的天遇科技公告 以以不超過11元每股的價格 回購不少於270萬股 回購資金總額不超過3千萬元 甚至環遊公司在短暫停牌期間完成易主 7月9日起停牌的星SG天化公告 大股東勞天花集團股權以由四川化公 無常或轉至勞州市國之委旗下 後者成為公司新的實際控制人 勞州市國之委旗表示 已通過進一步深化國企改革 優化資源配置 促進勞天花集團及下屬企業實現產業轉型升級 和可持續發展 升SG天化將於今日復派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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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